台湾防疫表现相当亮眼 世界是有目共睹的 美国时代杂志就提到了 如果当初WHO没有将台湾排除在外 或许还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 而美国佛罗里达州前州长 在接受CNN访问时也提到了 美国防疫应该要走向台湾一样的路 武汉飞行疫情蔓延全球超过160国失守 而世界卫生组织原本是各国防疫指标 但美国时代杂志文章却写下 应该向台湾学习 实在杂志网站上刊登一篇标题为 台湾已经被世卫摒除在卫生讨论之外 有台湾加入或许能拯救更多生命 文中还提到台湾大陆紧隔一到台湾海峡 但疫情爆发至今 欧洲已有上万人感染 台湾却直到18号才突破百利 所有政策都值得其他国家接近学习 我希望台湾走到台湾海峡 我看了这个时候 108个人和1个人死亡 为什么我们想走到那一段路 每个人都做了自己的工作 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些测试区 我们必须把这些测试区 CNN甚至想要了解 为何台湾防疫工作 可以做到几乎是滴水不漏 特别访问了台湾媒体工作者 现在各国持续努力 期盼能够减缓疫情 而台湾防疫一系列的措施 似乎已经成为国际中的参考范本 东西文黄西席陈明涵报道